现实中全息瞄准镜很强,为什么游戏里很弱呢? 其实一切的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优点在游戏无法体现 全息瞄准镜在现实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它的效果是非常强的 全息瞄具的原理跟战机上的频显相似 优点是瞄准极其方便 可以让射手在一瞬间同时注意到瞄准标志和目标 也就是能始终保持视线清晰 其他的很多瞄准镜都做不到 并且全息还有一个耐磨损的优点 瞄准镜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镜面脏污破裂等情况 别的瞄准镜出现这样的情况后 大概率就不能用了 全息瞄准镜则不同 即使镜片脏污破裂 我们依然能够使用 即使在物与学理 甚至在关灼窗被污损的情况下 只要能通过关瞄窗看到目标 就能通过十字线瞄准目标 这是其他任何光学瞄准镜都做不到的 可是这一点在游戏里体现不出 因为瞄准镜不会脏不会坏 恶劣天气 其他瞄准镜也都能用 二红点在游戏太强了 游戏里的红点改的优点太强了 全息有的优点它都有 全息没有的优点 比如点射精准是也开阔 红点也都有 所以红点太强了 让全息显得有点弱了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全息还是红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